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现如今已提到好色多情这样的词语 大家都不免会将它们和男人结合起来 其实生而为人的我们 无论男女谁也摆脱不了十色性也的人生本性 只不过女人吧在面对感情和异性的时候 天生就善于伪装和掩饰 所以一些女人即便是再好色 在花心在平日里依旧会将自己伪装得十分正经 不过在今天的节目中文哲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表明正经内心好色的女人 究竟会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尤其是第二个想藏都藏不住 男人们可别不懂 首先在这第一个好色的女人在平日里 最喜欢有意无意的与男人产生一些亲密的接触 其实一个正常的女人在面对异性的时候 往往都是非常注重尺度和距离的 而至于亲密接触什么的 她们是肯定不会逾越这道鸿沟的 可是对于内心好色表面正经的女人来说 她们可是对于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 毕竟这类女人为了可以牢牢拴住男人内科 遭动不安的心不仅不会与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 反而还会主动向男人靠近或者是进攻 进而再用一些有意无意的亲密接触来撩拨起男人对他们的情感 因此一旦男人发现女人在两性的接触上表现的如此主动的实话 您就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了 第二个好色的女人对于男人的示好 往往都是来者不拒的 对于女人来说一旦他们接受了男人的示好 往往就意味着她已经接受了这个男人的感情了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在接受了你对她的示好后 依旧对其他男人的示爱或者是表白来者不去的话 那不用多想 这个女人必定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好色之途 而她们之所以会表现的如此风流多情 说到底啊也无非是想让世人看清她们的魅力与实力 那么至于在当下 她们为何要与你交往 其实啊根本的目的也无非是把你这里当作一个休息区 而你在女人的心里的真实地位 也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备胎而已 至于您想和她发展一段真挚的感情 那文哲也只能十分残酷的告诉您两个字 没戏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文哲点赞留言